大家好 当大哥直播了 今天的 这个影片的题目是 朝野选情 疫情 闪情 大家伯感情 随时 真情 哇 选举已经来到 星期天已经过了 明天开始剩下三天 星期四就是冷静日 星期五就投票了 我的网友当中 有些来自其他国家 你说我们的选举 是不是超快 MS HSU 晚安 真的是 整个选举就 就从拜二开始 一直到 拜四 拜五 三个拜二 一直到下个拜五 到不是下个拜五 就这个拜五 九天的选举 就决定 国家未来五年的大计 哎呀 这就是新加坡 我一个网友 外国人 他跟我讲 哇 你们的选举真的是 是离谱啊 真的 他说 才九天那些小党 样子的还没有看清楚 尤其是现在选举戴口罩 样子都没有看清楚 就玩完了 可能安规金 如果他的票数不够的话 安规金被冲公司 一万多块 就这样玩完了 连样子都没有看到 因为一直戴面罩 唯一能够看到 就是这个竞选广播 这个竞选广播 我现在发现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在野党是很不利的 因为你注意到吗 大概就是每个选区 只有一次机会 每个人就有三分钟 三分钟 三分钟就决定了 你只可以讲 官方的这个竞选广播 三分钟 那你还有机会去参加那些 这些报馆主办的啦 其他频道主办的 所谓的辩论啦 那你还有 有一些时间 但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做代表 所以你说啦 这个选举 如果你没有一点知名度 谁懂你啊 那你过去的影片 我一直讲 舍雪林 现在有人跟我讲 哇 张大哥你真的厉害喔 你真的没有讲错 真的是吸引人喔 虽然我听不懂英文 你看 听不懂英文 听到他讲英文 都觉得会被吸引 政治明星的魅力 不重要吗 那你看陈庆木 哇 去选举啊 那些人 就像当年的刘成强一样 去到哪里 那些人就在那边 哇 喝彩啊 喝彩啊 双方人马 短兵相接住 披子喝彩 喝彩到忘记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选举 不是在疫情中选举吗 不是应该要 维持安全距离吗 陈庆木不是 告诉大家 要安全距离 当他在里面的时候 你看 也不能怪他 所以担心的是 这些老人家 担心的是他 担心的是这些 短兵 相接的时候 交接的时候 就是交战的 短兵交战的时候 皮子之间这么的拥挤 然后喝彩啊 还好是有戴口罩啦 所以口水不会乱乱喷 但是呢 会不会被感染 谁晓得 所以你说这种选举 真的应该在疫情 所以我又觉得很奇怪 主办的人 是自政党 然后讲疫情 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险恶 前面的挑战 非常艰巨 也是他 所以有一点 有一点矛盾 那再也有没有矛盾 有啊 再也就整天 希望政府 赶快解散国会选举 那来到疫情的时候 就希望不要选举 就拖啊 那比如说陈庆木 他一直是说 不应该选举 当然他是以 疫情会伤害到 这些老百姓 为大前提 所以 他们又 又希望把选举 平时是希望选举赶快来 那这场选举突然来了之后 就担心自政党 把疫情当成是他们的筹码 然后就希望延后 所以双方都在 一个课题上面啊 鼻子是在那边 鼻子的 批判啊 对手 说都是在 趁着疫情 玩政治手段 哎呀 我都跟你讲了 前面的影片说了 游戏规则是谁定的 没办法的啊 组场是谁 你不在组场 你永远是吃亏的 选举制度 带来给我们新加坡选举的 这个 这个规矩 所带来的一种结果 我不是在影片上提了 大家也知道啊 你有 你有30%的在野的选票 但是你没有30%的代表 代表 在野 在国会里 就是这样 所以既选区 单选区 每一五年 有些选区就换来换去 换到他也不知道 他是属于哪一区 就是这样 结果换出来的结果 胜选的地方 总是是七成的 三成就是反对的 哪里都一样 当然 在野也赢了两个地方了 就是阿玉尼跟 后港 我当时觉得 整个的选举到现在 我感觉到 阿玉尼跟后港 好像不是焦点 是自政党稳赢呢 还是公民党 稳赢 是自政党没有办法赢 认输呢 还是公民党 要输也很难 我想 我想讲话 有点绕口令 都不容易 就是说 整个选情 已经被其他的选区 掩盖了 这是个好事 这就是说 今年的选举的结果 我个人预测 是不能够 不会像五年前 人民行动党 能够那样的高票 几乎 几乎要很少 除了后港是输了比较多 阿玉尼也输了那么一点点 真的 那当然 把额东也赢一点点 所以算是哪回 所以我跟你讲 这次的选前的成绩 看来 总成绩来讲是 在野会高票 会败选的地方 可能高票 会慎选的地方 可能为差 那些稳稳吃米粉的 像后港这样就 应该都没问题 应该可能会比五年前好 那你说这个 蛇雪凌啊 我们现在有一点 既然讲明星 就要谈明星效应 蛇雪凌效应 有没有发作呢 基本上是没有啦 不过今天 他有一个家居生活 然后就 讲他的一些人生 的一些课题 哇 蛮吸引人的 就是我的网友说 他居然听不懂英文 这是他的家 我跟你讲 他有那个明星的 效应 我奉劝蛇雪凌 蛇雪凌 万一你真的没有办法当选 工人党当然还要参加啦 去做电影明星啦 不过现在电影事业 很糟糕啊 可以考虑去做 他曾经做过电影 演过戏的 大家不要生气 今天张大哥 好像很轻松这样 我不得不轻松 因为在我的 等一下的轻松的谈话当中 当然有很多事情 要跟大家谈喔 很够力的 很假辣的 很惨的 所以要 讲讲 好像诸葛亮 诸葛亮这样 要谈笑间 拿着那个 什么伞 哎呀 我真的是 真的很糟糕 那把伞就对了 这边 好像悠悠 很悠哉闲哉的 但是 今天的内容 其实是蛮 蛮有杀伤力的 对 对债也来讲 当然有杀伤力 对工人 对人民行动党 有没有杀伤力 他们身经百战 他们能够把杀伤力 化为 化为 没有杀伤力 他们真的 也是真的会打选战 你也不得不佩服 讲这些啦 哎呀 选战都是这样的 我都已经 预料到了 好像徐顺权 孙悟空 的金箍咒 那这个一千万 到现在还在燃烧 今天第几天 还在谈 当然徐顺权已经 已经 已经在谈了 一直在谈 谈不完 然后现在加到一个疫情 把那个大马亚也 也 也 也成为他们的 就是 针对的对象 要用这两个字 要很小心 针对就比较没有 我现在讲话 要很小心 因为有些 听说有些 脸书的 网友已经 被警告 讲话 不能够乱讲 有一件事情 我真的以为是这样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 谈到人口 爆炸的 那个人口白皮书 六百九十万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 就停在六百九十万 好就不用跟他 变一千万嘛 其实真正是要变 六百九十万 都受不了了 你根本都不用 提那一千万 六百九十万 就可以注意 能够有本钱 去跟资政党说 你六百九十万 你引进 你大兴土木 你引进客工 你看客工 感染这个疫情 会不会跟这个 有关系 当然 这个就是问 问 那时候我的认知说 他们要发展 是因为 我不是有讲过 因为将来 建筑的技术 越来越好 所以你可以建高 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 听啊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我讲 我的认知当中 我有听过 包括我的网友 他不是新加坡人 他也听过 他说他 会不会是台湾 那些综艺节目 乱乱 台湾有些节目 是乱乱 不是乱乱 他们会 会替我们想 那我 那时候有听到说 要建地下城市 地下的街道 地下的购物中心 地下的医院 只有这样 向下发展的话 我们就可以 让更多的人 能够居住在新加坡 我的认知啊 我没有说 因为现在有人 说这样的话 政府 要针对他 说我们根本 没有这个计划 你假消息 传假信息 所以我不是 传假信息 我只是跟你讲 我好像印象中 也是有这种 还好我没有 随随便便 这样讲出来 我没有讲出来 我是说 好像认知当中 很多人 连我的外国朋友 都说 他曾经有 这样的一个印象 新加坡要向下发展 为什么现在变成假消息 所以 有人人自为 对不对 所以这种真消息 假消息 有时你也真的很难 尤其是我们直播客讲话 刚好有一句话 你就被咬住 咬住 你乱讲话 你没有 你乱讲 你哪里讲的 你从哪里 你给我证据 没有证据的 所以 我先讲 我听说 我听说 让你听说 头脑里面耳朵听说 把你 忘了 有一点老人 是自证了 我就可以这样 我到底要我讲 我又不是 我现在讲每一句话 我要一大堆 课本书本这样 直播客了 新闻 我不是讲新闻 不是 我是八卦好不好 我看我要改 以后 张大哥八卦 直播八卦式 张大哥 我之前有听过 我思索过 什么我思索过 有人听过了 这不只是 连你 一个网友 还有我的一个网友 两个网友听过 然后我也听过 然后我问我台台 我台台说 好像是有听过了 但是现在有人被针对 他说出来了 他说 新闻 你哪里可以叫你 准备 无风不起浪 所以很难的 我们 所以以后我 别再讲直播 所以讲话 有时 像我 我还有点明着保身 每次说 听说 好像是 不是不要怪我 我没有肯定 这个是一件事情 现在 有一些网友的言论 被命令 下架 然后 你要写信 要表示道歉 这些 很麻烦的 你上司讲 你乱乱讲 你这年上司 闭上嘴巴 要被抓 要淋口鼻 现在还有一件更严重 供人党也是真的很不幸 真的很不幸 因为 之前不是 那个 不要再提 这些题 你一定有人故意讲 说什么 没有华文人才 其实华语人才 一大堆 真的有 哪里没有华语人才 我的影片都有 可能给大家看 讲得那么流利 还讲幽默 陈俊元 那个胖胖戴眼镜 不是胖胖 壮壮戴眼镜的 那个候选人 那个 马林百列的候选人 五个男生 他都说了 要跟他们一起八合 算是八合了 不要竞选了 然后他 他那个八合论 背后有 有嘲讽的意思 比赛可以看 我应该有 有收这些影片 我们今天晚上 就是这样了 谈选情 谈疫情 然后又看到很多散情 有一个也真的很过分 这些都是影片来的 我不认为 应该可以播 因为人家拍我们就看 没有什么 那我跟你讲 严重的就是 我刚才听到消息 真实情 还不大家能够 知道就是 胜港的那一位 女候选人 那个姓辣的 有人姓辣的 很奇怪 因为他是印度同胞 他们不懂 为什么会给他姓辣 不是姓辣 他叫辣 辣什么 听说他现在 可能要被起诉 因为他的言论 带有种族歧视 然后又有宗教的仇恨的那种言论 这个不是清苦走 这个是泰山亚鼎 这个很严重 我没办法 你原谅我笑 真的是笑不出的 其实所以 就是因为笑不出 所以就用比较轻松的来谈今天 因为坦白讲 我现在 我是一个直播客 我虽然支持工人党 但是有些东西 你 你 你都已经落到这种 这种 照意 我不可以跟 我不要愁眉哭你 好不好 请原谅我 如果我有 工人党的网友 看到我 请不要以为我幸灾了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个 这个很严重 这个 种族歧视 加 宗教的仇恨 言论 这个不是林郭比了 这个是直接检查 现在是 总检查 所要 要在研究 然后要不要起诉 那你们问我张大哥 他起诉他不是失去了 参选的资格 好像不会 选举还是照走 如果他胜选 他在 我 这个是我认知 错也不要怪我 因为可能改过了 宪法改过 因为政府是他们改 我们也不知道 我英文又不好 那你可以怪我 我的认知 选举可以照走 如果他胜选 有没有豁免权 在他竞选期间的 发表这种言论 就要 他们要去评估 然后面对起诉 也有可能 因为你不是说 不是说你做国会议员 就是拿到三方保健 没有这回事 尤其是这种言论 是可以用 是可以用内安法来对付你 内安法 就是不经审讯的 不过通常你是国会议员 不会这样做 我觉得 人民也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现在是很大事情 我现在他的爸爸 他的一家人 现在他们应该在那边 应该现在张大哥在那边直播 大概他在跟律师谈 谈这件事 请律师礼拜天敲门 因为他爸爸是大企业家 一定有律师的 真的 我看律师现在开会了 到底我女儿讲什么 我都奇怪 为什么会代表候选人 在新加坡我跟你讲 宗教跟种族这两个东西 是碰不得 万万碰不得 对吗 你明白吗 还有一个东西是碰不得的 比如武装部队 我们的军事 我们都是全力支持国民富裕 新加坡人都爱国民富裕 都很 都很骄傲自己的军队 海陆空山军 我们是很骄傲 所以你不可以批判 你批判的有道理 不要紧 你批判没有道理 全民攻击你 这是真的 譬如你讲 讲这个言论 坦白讲 对你的选情 100%完了 几乎是完蛋 因为选民是这样的 他不要你谈这些 你谈这些 不是那些受攻击的人谈 比如说你种族 其实是A种族 讲B种族的坏话 那B种族的人听了 会生气 不投你 不是这么简单 是你 你是A种族 你讲B种族 B种族的那种 歧视的话 或者你说 别人A种族 歧视 B种族 这样的事情 就算有C种族 D种族在旁边 所有的新加坡人 选民 他们都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之所以能够 生活在一起 这就是包容 种族之间的那种和谐 没有人可以玩的 这是我讲坦白话 谁有这种本事可以谈 说我不喜欢某某种族的人 我看不起某某种族的人 更何况信仰也是 真的 这个就是新加坡 多元种族的社会 所以我先讲 不一定有罪 因为刚刚提 新闻这样讲一下 我也没有详细 我直播时间到了 所以我说其实是很够力 而且那个选区圣港 圣港就是那个副教授 又很让我 很多网友都很喜欢 那个副教授 大家都在意 我没有真实明星 又有一个未来的自信 但是他现在会不会因为这个姐妹 的关系呢 影响整个圣港的选情呢 你们记得我的影片里面 我有一个动作吗 知道这个动作的意思吗 接下来明天后天你看下去 差不多可以 那现在 OK 除了他爸爸 可能请律师在开会 现在工人党的领导层 现在也在开会 我跟你讲 他们一定要想背策的 明天怎么办 不懂啊 我不懂那个东西是怎样 是否是很肯定的 没有错 他不是这个意思 明天就要 又要交锋了 好像那个大马亚 就是支持徐顺全说的 你们一千万是你明明有讲的 就是 你们不要相信我 你们不要相信任何 你们去看那个文章 是不是有提到一千万 是不是有提到那个人 现在又讲疫情 又有人说 他又控告说 哇 疫情做得不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 我不想 我不讲详细的东西 因为 讲了点 我讲错 等一下 我要被 就是不满 疫情没有控制好 然后就举行 大选 因为这个是 陈勤木嘛 他们 也是这样认为 那SDB也是这样认为 所以大家都这样认为 不应该 在 疫情的时候 举行这个选举 选举嘛 的确是 你看他们 哇 在 安全距离完全没有处理 哎 小笨小笨 你不要乱乱讲了 你不要放了 你放地下 刘大哥 告你啊 一千万 他说是刘太阁说的 是刘太阁说的吗 我不知道啦 好像是啦 但是他的意思 他们说他的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啦 是有 另外一种意思 我也不想讲你们百万话 真的讲不讲不讲很乖的 直接跟我删掉 哎 我跟你讲啊 你不要以为YouTube 你们的评论 也要被检验的啦 我 我 我会看不 对不起 我也要保护我自己 你一些人 你一些人会 会拎国逼的 我会被招去拎国逼 因为他们找 你们找不到 只找到我嘛 真的他们找不到你 假笨 我找不到你 我要找你的户口 是找我 我要删掉 我有 就是说我 选举 不是 选举 什么选举 直播完了 看你一些言论 要删掉 大家能够谅解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每个国家都有 每个国家那种 哇 你看 选举哦 直播选举是 在那个 钢线上 做炸机哦 很危险哦 上大跟 你还笑到这样 不是林国 并是林麦罗啊 为什么 今天我们 轻松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 来到一种地步哦 我都不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 还记得我讲这个意思吗 有这个 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放过的 过去到现在 一个pattern就 吃到完了 哎 我没有讲什么啊 所以讲话 难怪有些人 不喜欢 明说了 要暗说 然后有讨讽的 讨讽剧 讽刺剧 黑色幽默 来反应这个社会 从前 中国不是有那些 好像 听说西游记 也就是 批判当时的 当朝者嘛 贪污腐败嘛 对不对 没有用 包括那个 那个什么 金庸的小说里面 也是很多 是骂中国当局的 什么 政派啊 名门政派都是 都是 哇 不像样的 什么武当啊 少林啊 都是 都是 鹅眉啊 都是很坏的 然后真正的是 光明顶的那个 还是好人 所以以后 我看我 我今天跟我的 网友小编讲 我们在商量 我们也是商量 我们今天也是商量 商量说 这个选举完了啦 新加坡选举就是完了 下个礼拜大概 选举完了 我们做一点 一点检讨啦 评论啦 就没有什么戏看了啦 那一直跟着这种选举 之后的那种 新加坡要谈什么啦 我就 我们就在想要谈什么了 最后 得到两个字了 谈生活了 点点滴滴就 就走下去 能够把两 因为 过去有一批嘛 现在也有一批 这两批能不能够 一直的支持张大哥 接下来的节目 喝麦咯 不是喝咖啡咩 你问得要喝咖啡 还是喝麦咯 就说喝麦咯 我还是 我还是 今天会丢去 喝麦咯 我就说喝麦咯 哇 真的是 所以我跟你讲啦 就是论事 我看见 我建议就是这样 我建议就是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